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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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他一记漂亮的投球 完美脑后秒团对手 这主攻就啥被个汉母一丢丢啊 哎 可怜的晃一招 尴尬指数 6.5 本期十大胸第七位 还怕 你是上币派人玩我的吗 就在山西队客场挑战浙江广沙的比赛当中 比赛打到第三节 胜负基本尘埃落定 真是乌漏偏横连一语啊 只见山西后卫登陆旭 边路侧动进攻 溜底线突破 这时候 隐隐隐隐隐看到了快马赶到的布兰克林在远端接应 说时时那时快 一记轻描淡写的传球 就在这时 再办 突然出现 声声地把布兰克林逼出了边线 哎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半路夹活吗 还怕 你这是上帝派来玩我的 小曾 小腹 小雪 咱们还是 沧海小 逃逃两岸朝 尴尬之处 吸引 本期十大总 第六位 班滚吧兄弟 本赛季第十四轮的一场比赛当中 山东主场对着辽宁 虽然赵几伟 定颜宇航 哥几个国家队告别后好久没见了 甚是想念 这不就在一次后场反击当中 哥几个为了抢一个无辱开的球 老面搞完就去了 之间赵几伟大不流星 加一个360度回转 依然丁燕宇航更是来了个双轨关门 哎 不不 兄弟见面 怎么能不行大礼呢 这时丁燕宇航一把就拉翻了迎面而来的小赵 呵呵 这可真是感情深啊 赵几伟一个原地大翻滚 最终跪在了小丁哥哥面前 哎 可悲呢兄弟 张大学兽 铁点无 本期是大拥第五位 张大宝接球失目穿当后打猎 本球来自一山西克同系队的一场比赛当中 范城林中路普顶住党才突破本球 等候在外线的张大宝在接球一瞬间 貌似受到了对方球员的干扰 时间定格不满意 魔鬼不离 球穿越了他的双手 他的当下砸在地上又滚着界外 自己又狠狠地打了自己巴掌 哎 这人心里怎么像踩到深雪啊 跟干指数吧 本期十大拥 苏伟 干扰球 现绝杀 回到比赛最后25秒 表现还落后一分 哈德森持球进攻 借韩德军掩护后一对一 面对苏伟的防守 哈德森利用脚步甩扎 苏伟的防守进行上篮 苏伟奋力回防 把哈德森的投篮扇了出去 可是 慢镜头显示 哈德森上篮之后 球先接触到的篮板 再被苏伟封盖出去 被判法干掉球 揍哈神绝渣 请到助帅龚小斌 脸得轻 干打指数 5.5 本期十大拥第三位 无科 偷船摄影师 定验宇航 一点反逼 就在第十四轮 一场辽宁山东的焦点大拳当中 遇见山东打完就领先了辽宁近十分 这部本场发挥出色的无科 趁着兴起 抢断后 快跟晚期顺下 看到最近风生水起的小丁 准备送出一记 空中接力 瞄准 发色 天力航线 直接球高速上升 慢慢下降 怎么就传给摄影师了呢 无科奈何的小丁摇摇头 只怪自己不能腾人家务 尴尬之数 9 本期十大拥第二位 尴尬之急 与表演 却被拦框 老话不会说错 机会滞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这部终于迎来了爆发 快攻顺下 给自己本场的表现 画个完美的句号吧 天火 起飞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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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力系统不足 没得没得没得 球被拦框挡了下来 就这样浪费了自己最完美的 妙艺之设 小有小会 再见再历吧 尴尬指数 这就点 终于来到了本期十大拥的第一位 会是谁呢 这战术真的是让人蒙悲啊 福建派 四人上场 本赛季CB联赛第十三轮的一场比赛当中 福建全州银行主场迎战 新疆卡尔布城 第四节比赛暂停回来 球员陆陆续续的回到了赛场上 裁判准备开球 这么有点不接近呢 一 二 三 四 我呢 我在哪里 只见一边 福建队 替不及上球员都安逸地坐着 欣然自得着 观赏 双方最后的比赛 教练也背着手 悠然地走在场边 殊不知现在只剩了四个人呢 正好裁判发展端倪 劝其中一名球员赶紧上场 否则